福島等地區的食品確定要開放進口 那麼國民黨是什麼樣的反應呢 國民黨在今天表態反對 前反核實公投領先人郝龍斌 更打算要串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用地方自治法來反制 而在民眾黨的這一頭 身兼台北市長的主席柯文哲 在8號下午臨時新增了行程 要求中央源頭管理明白標示 但是呢聽到了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說 要航向世界 則是開槍說 進口服食就可以加入CPTPP 咬令營不要做夢了 我們吃的這個萊豬 美國會跟我們台灣簽FTA 別做夢了 你以為吃福島地區的食品 我們就可以參加CPTPP 別做夢了 在開爆口送執政黨兩個白日夢 福島地區食品即將開放 柯文哲8號臨時行政行程 盯緊開放進度 大家心裡有數 法令定在那裡 執法就是立法從原 執法從寬 理性50科學 我覺得福島地區食品的 食品要開放 也沒有什麼問題 北市府下午緊急召集 局處首長幕僚開服食應變會議 副市長黃珊珊臉書喊話 要求賣場超市 比照當時萊豬的飛來專區 設置福島食品專區 但會議開完卻改口 要做專區的話 他可能就項目品項太多的話 其實比較困難 雖然有逐筆檢驗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有個查詢的平台 要提前解決這位保障 民進黨治國不怎麼樣 選戰真的一流 我非常欽佩 北市談言地方自治條例 禁止福島五線食品 恐被中央宣告無效 但國民黨這頭 前台北市長郝榮斌 依舊醞釀聯藍營執政縣市 用地方自治法包圍中央 以窮盡紅黃之力 然後讓核災食品不能進口 甚至給民進黨一個教訓 食品安全 政府有責任 國民黨提出四大配套 包括輻射零檢出 行政命令被查改為審查 還要開工庭會 監督中央的三原則三配套 在年前送給我們萊豬 在年後要我們來吞核食 希望說在這個竹匹檢的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來定期 跟大眾做一個說明 行政院投下扶食開放震撼蛋 恰巧2022選舉關鍵年 選擇春節後 先拆政治未爆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